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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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早安 我是蕭川老師 現在時間是9月29號禮拜二 早上的9點47分 那昨天美國股市呢續談 好 今天漲兩天 那當然台北股市啊 早盤今天也被帶上去 那麼最高的時候漲108點 不過很明顯發現到 目前稍微有些 出現那種開高走低的狀況 只有上漲了25點 那我記得昨天我們在節目裡面 有跟各位提示過 本週因為是屬於中秋的假期 就是說 今天過後就剩明天的一個交易日 那就要過中秋節 那後面有一個長假 所以呢 這個地方啊 會有一些 丙種賣壓的一個浮現 那尤其呢 昨天台北股市大漲200點的時候呢 我們有跟大家講過 今天是磨台結算 那照理說 昨天的磨台就已經開始有結算的一個跡象 當你昨天結算完之後呢 在今天的磨台結算呢 就出現了這種 屏種賣壓出容的一個現象 因為 長假的期間啊 那些屏種賣壓會算利息 然後呢這個地方啊 再加上呢 這裡面大概有三天啊 國際股市還在動 那你台北股市沒有動 到底變化會怎麼樣 變數比較大 所以呢 這地方會有一些 屏種賣壓浮現呢 我覺得這是很合理的現象 不過呢 今天的排面裡面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目前的買賣張數是負的62萬張 之前我們說過 超過負50萬張以上 基本上這個賣壓就會開始出容 所以呢 今天有負的62萬張 也代表說 長價錢的一個賣單啊 這地方是蠻明顯的 尤其現在上漲的加速跟下跌的加速幾乎快打平了 那可見呢 很多個股呢 它是漲不上去 可是呢 美股連續兩天的上漲 那到底這個地方啊 我們是要做多還是要做空 那到底我們現在 要怎麼去研判這個盤勢呢 我們到底該怎麼去做操作 我們直接來做說明 因為這裡呢 其實目前啊 多空的條件是併程當中了 那這裡呢 我們就必須要去看 後續的變化到底情況怎麼樣 我們從一張圖表來做說明 比方說 像啊 這是我們今天做的 到底是要做多還是做空 現在比較有利於多方的條件 當然就是美股的上漲 而且連漲兩天 可是呢 我後面有個誇胡說 到底這裡是續漲還是區間呢 這裡呢 就還必須要再看一下 我們來仔細看 如果我們就美股的表現裡面來看 美國高科技股呢 昨天正好來到月線的位置區 但是因為你本身的月線成本是下壓的嘛 所以呢 這地方啊 會碰到月線也算正常 可是呢 這一段的區間盤局呢 它還沒有突破 但是它畢竟年漲兩天呢 如果說美股呢 在這地方啊 能夠過前高 比如說9月10號這個高點 那當然 美股這地方啊 就出現一個比較屬於那種 明顯轉強的一個跡象 那如果說美股是出現比較偏轉強的話 那當然就有機會把台北股市往上淡 所以呢 目前啊 就美股的表現來看 到底它是續漲還是區間 當然我是覺得說 正好這 中秋假期的時候呢 我們大概有兩三天的時間 我們再去觀察美股 這個地方後面會有答案 所以呢 目前這一點呢 還必須要再稍微花點時間去看 那第二個呢 就是美元沒有續強 但是我後面寫說 這是比較偏中性的 為什麼 它雖然沒有續強 但是它也沒有什麼走弱了 我們仔細來看 因為如果說美元太強的話 對整個股市呢 會有一些 尤其是對其他的股市呢 都會有一些 會損的一些壓力啦 會出的壓力 可是呢 美元近期就是維持在這個區間 然後呢 季線也守穩 這個底部的形態 也都沒有遭到破壞 所以呢 美元目前呢 它沒有續強 對股市呢 就稍微比較偏有利 可是它也沒有走弱 所以呢 如果我們就從這兩個 有利多方的條件來看的話 這地方呢 還必須要去做一下觀察 那到底是 美股是續強呢 還是說 這地方是走一個區間 如果只是走區間的話 我覺得台北股市這個時間點 這個屬於那種 比較偏空的危機 就沒有解除 那如果說美元太強的話 對股市也會相對比較不利 所以呢 目前有利多方的條件 這兩個重點 還是必須要花一點點時間來看 但是呢 不利於多方的條件呢 就在籌碼面 跟技術面上面 因為外資昨天啊 在現貨買超了100億 可是呢 在期貨的部位呢 它是減了1000多口 現在期貨的倉位是2.1萬口 也就是說 跟前兩個月的期貨倉位 大概在3萬口之下 並沒有什麼改變 所以呢 如果外資真的要做多的話 我覺得 期貨的倉位會看得出來 所以呢 目前外資期貨倉位只有2.1萬口 再來呢 融資不減 反正就是減幅不夠了 昨天啊整個市場的融資 沒有減 反而增加 增加不多了 但是增加了1億3 但是如果說 我們就從前面這個位置呢 就是說 這波融資的最高點 到這波下跌下來之後呢 融資只減了55億 只減了55億 記得這一天的時候 融資就減了55億 可是呢 台北股市呢 這波跌下來之後呢 從高點到現在為止 融資的減幅並不夠 所以呢 如果說你融資減幅不夠的話 對整個籌碼面而言 它就是相對比較亂 那如果說這地方你要去上工的話 你籌碼沒有獲得沉澱 那一上去就有人要等解套 那對這個盤勢來講 就比較 對上漲就比較不利了 所以呢 目前不利多方的條件 就從籌碼角度來看 外資的期貨倉位並沒有增加 那這個地方只有2萬口附近 那融資不減 反正減幅不夠 所以籌碼面 這地方並不利於多方條件 再加上技術面就是下周 後半周月線會破季線 這個重點呢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 因為你目前的月線呢 還是呈現下跌 但是你季線還是上漲 你會發現到 這個月季線啊 之間的一個差距大概只剩下 五六十點左右 也就是說 如果你台北股市呢 下個禮拜 沒有辦法站回到月季線之上 這地方月線破季線 最慢在下個禮拜後半周 就應該看到 那如果說你出現這種模式的話 也代表說 台北股市的趨勢走空 它並沒有什麼改變 並沒有什麼改變 所以呢 如果說我們就從近期整個盤勢呢 雖然 應該說上個禮拜跌升之後呢 稍微有反彈 但是這兩天的反彈 到今天為止 我們又看到市場的賣壓又出現了 那當然跟長假有關 可是呢 美股又上漲 那當然會造成很多投資們會想 到底這裡是要做多還是做空 那我是建議你了 長假之前也沒有什麼好買的 那這地方你不妨 在這地方啊 如果說手上有持股 有反彈起來 我還是建議你稍微調節一下 不要持股太多 去報中秋過節 那這地方的話 如果說 這幾天如果 國際股市稍有動盪 對 禮拜一下個禮拜一的台股的開盤 反而會相對比較不利 所以呢 有利於多方條件 美股的上漲 但是問題是 它是續漲還是區間 這裡還要看 美元也沒有出現很明顯的一個轉弱 所以比較偏中性 那不利多方條件的呢 就是外資的期貨倉位沒有增加 融資也沒有減 然後呢 技術面呢 還是有機會出現月線跌破季線 所以呢 是不是做多 我覺得這裡呢 就有一個 比較簡單的一個研判方式 就是 以外資的籌碼為主 如果說這個地方啊 真的要做多 外資當然不可以缺席嘛 那如果說你外資不缺席的話 你的期貨倉位 不要說這次要佔上什麼 4萬口啦 我認為啦 9月16號剛轉 剛轉倉的32528口 也就是說啊 你必須要先佔上這個位置去 因為呢 在上個禮拜呢 一個禮拜前 外資期貨剛轉倉的時候呢 他的水位呢 是在這裡 就32528口 那你最起碼 你越過這個高點 也代表著說 你在這兩個月之內的 期貨倉位是創新高 那如果說你能夠創新高 就代表說 外資有一個比較屬於那種 比較積極做多的心態 或者是動作 才會出來 那這對整個台北股市而言 指數才有上漲的空間 所以呢我們今天啊 針對美股的上漲 到底台北股市在這個地方 是要做多還是做空 我們今天來提出做說明 我們就說過 有利多方的條件有兩項 但是呢 這個地方還必須要去做觀察 那不利多方的條件 在籌碼跟技術面 那至於呢 該不該做多呢 期貨多單突破9月16號的 32528口 這地方就是一個 做多的一個訊號 起碼你突破這個位置的話 那代表著說 你在10月21號的期貨結算 最起碼 整個指數就還有拉高的一個機會 好所以呢 我們就針對整個對於多方條件 跟空方條件而言 比較有利的一些重點拿出來做說明 那我是建議各位 這幾天呢 我們的操作呢 是盡量是以現金去報股過中秋 因為台股目前還是較著不明 那尤其你今天要流出了一個 很長的一個上引線出來 那如果說美股呢 這地方只是走區間的話 預計下個禮拜的指數呢 還會再有下跌的一個空間 所以呢 在這兩天加上又有一些放長假的一些賣壓 所以我提醒各位 這個時間點還是盡量把現金 放在口袋裡面 這是我們的一個分析 那當然如果說在這個時間點 個股的部分呢 到底該不該留 那如果你不是很了解的話 你可以到時候再去做 再來跟我們做詢問 那詳細的解說呢 我們到1點鐘的節目裡面 我們再跟大家去做分析 祝大家操作順利 我們1點鐘再見 拜拜